连续假期带来大量人潮涌入东部 而在知名景点多粮火车站 为了避免游客多 成为新冠肺炎疫情缺口 泰玛丽乡公所派员在车站入口处 为游客手部消毒及提醒戴口罩 工作人员表示说 这几天游客都很配合防疫措施 让大家都能够玩得很安心 原单连续假期 大量人潮涌入东部 在知名景点多粮火车站 这几日游客多 泰玛丽乡公所为了避免成为 新冠肺炎疫情防疫缺口 派员在入口处进行手部消毒 并提醒游客佩戴口罩 工作人员表示 游客都配合防疫工作 这几天的人有很多吗 很多 配合毒怎么样 是很配合啊 有的人会不进去啊 我们台湾是最安全的地方 对 所以我看到大家都有戴口罩 都觉得很放心 就这样 所以也不会觉得说很麻烦 不会啊 都已经成习惯了 大家都这样做 其实就很习惯 也不会有什么不方便的感觉 虽然多粮火车站属于户外空间 但避免人潮多 难以保持安全距离 因此还是要求游客戴上口罩 一起做好防疫生活 就讲解太马里相报道 好 好 好